汉田老师 注意了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老师 会教给大家好多东西呢 校长先生这样向孩子们介绍一位新的男老师 小豆豆仔细观察这位新老师 他的打扮好奇怪啊 他上身穿着条纹短卦 胸口处露出里面的针织衬衫 没有打领带 却在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 裤子是藏青色棉布质地的 像是朝鲜裤子那样细细的 脚上穿的不是皮鞋 而是胶底布鞋 而且头上还戴了一顶有点破了的草帽 那么小豆豆他们现在是在哪里呢 原来是在九品佛的池塘旁边 小豆豆盯着这位老师 仔细打量了一会儿 突然觉得他有点似曾相识 哎 是在 老师的脸被太阳晒得黑油油的 虽然有不少皱纹 但显得很和气 老师的腰上系了一条黑布袋 那是当做腰带的 布袋上垂着一个烟袋 这也不像是第一次看到 哦 小豆豆终于想了起来 哎 老师 您是不是总在河边的汉田里 您是中庄稼的吧 小豆豆非常高兴地问 穿着胶底布鞋的老师也高兴地笑了 露出洁白的牙齿 笑得脸上全是皱纹 是啊 你们去九品佛散步的时候都要经过我家 记不记得 那边正开着油菜花的那块地就是我们家的 哇 伯伯现在是老师了 小豆豆他们全都兴奋起来 和气的伯伯摆摆手说 不是 我可不是老师 我是农民 今天是校长先生托我来的 校长先生就站在农民老师的身边 说 可不能这么说 今天要请您给孩子们讲怎么种庄稼 关于种庄稼的事 您当然是老师 正像学习做面包的时候 面包师父就是老师 请您开始指导孩子们吧 在别的小学 通常都有各种规定 交给孩子们知识的人 必须取得执教资格之类 但小林先生却不在乎这些 小林先生认为 让孩子们看到真正的东西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 好了 开始吧 汉田老师说 大家所在的地方 是九品佛的池塘周围特别安静的地带 池水中映出树木摇曳的影子 令人心旷神怡 为了装下小铁锹呀 锄头呀 这些重庄稼的工具 校长先生事先让人运来半截电车车厢 这半截车厢 现在正静静地停在孩子们要去种的汉田中央 汉田老师让孩子们从电车里取出 小铁锹 锄头等工具来 然后 老师先从除草讲起 老师告诉大家杂草的害处 想 杂草有多么结实啦 杂草比庄稼长得快 所以挡住了庄稼的阳光啦 害虫很容易在杂草中找到安身之地啦 杂草吸收了土地中的养分啦 一点一点地交给大家 而且 老师一边说着话 手上丝毫不停地拔着草 大家也学着老师的样子拔草 然后 老师又告诉孩子们 怎样用锄头翻地 怎样在地里培拢 怎样剥洒萝卜种子 怎样施肥 总之 重庄稼要干的活儿 汉田老师都一项一项地做给大家看 嘴里还不停地讲解着 在学习重庄稼时 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条小蛇 差点把高年级的阿龙的手咬伤 但是 汉田老师告诉大家 这一代的蛇都没有毒 而且 只要我们不去惹它们 它们是不会主动攻击我们的 这么一说 大家都放心了 总之 汉田老师不仅教给大家 怎么种庄稼 还告诉大家好多有趣的事 有关虫子啦 鸟儿啦 蝴蝶啦 还有天气的知识 汉田老师结实地手上 骨节凸起 好像在告诉大家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件事 都是自己经历过 自己发现的 汉田老师手把手地 教孩子们怎么干活儿 大家忙得满头大汉 终于干完了播种的活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虽然有些拢有点歪歪扭扭的 今天的庄稼活实在是干得很漂亮 从那天以后 八学员的孩子们 每当遇到这位伯伯 隔得大老远的 就充满敬意的大声喊 汉田老师 汉田老师把自家田里 多出来的肥料 试到了学校的田里 大家种的小苗儿 茁壮地长了起来 每天都有人跑去看看 庄稼怎么样了 然后回来向校长先生和同学们报告 我种的种子居然发芽了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多么令人惊讶 又多么令人高兴啊 每当几个人凑到一起的时候 孩子们总会谈论起自己的庄稼 当时世界上好多地方 连续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 但值得庆幸的是 正在认真谈论小小田地里庄稼的孩子们 此刻还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